这个女人正在船舱里开弹做法,完全没有注意到,自己的行为已经被网红直播抓拍,只见她划破手掌发出一声吊叫,邮轮上的电力瞬间被切断了,而与此同时,一位身穿指服的幽灵也被召唤了出来,对船员们展开了大屠杀,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? 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球叔叔电影,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恐怖悬疑片,魔鬼泰坦尼克号,自从泰坦尼克号彻底的沉默之后,很多公司都希望能够再次复刻泰坦尼克号,因为这不仅能带来非常丰厚的利润,同时也是纪念泰坦尼克号沉默一百周年的最佳献礼,为此人们不惜花费重金,一比一打造了眼前的这艘泰坦尼克号三号,这艘邮轮不仅设计风格,和泰坦尼克号完全相同, 船上的展厅里甚至还收藏了,从泰坦尼克号的残骸里,打捞上来的遇难者遗物,凭借着先进的导航系统和科学的内部结构,号称真正可以实现永不沉默,而它的第一站,就是当年泰坦尼克号的沉默地点,船员们要在这里举办一场纪念晚会,在为当年的死者致哀的同时,顺便蹭一波热度,然而我们都知道,像这种吹上天的操作,往往是不会有什么好结局的,船上的人自然也是各怀鬼胎, 比如眼前这位看似成功的企业家,其实是一个二道贩子,专门导卖一些来路不正的文物,大厅里展示的许多珍贵首饰,就是他非法打捞的杰作,而老白这次的目的,就是为了借着展览的机会,向船上的打官显贵们进行兜售, 为此他还联络了船上的保安队长,沉默只要给自己介绍买家,每单都给他三成的分成,而船上的另一对网红夫妇,显然也不是省油的灯,为了蹭上泰坦尼克号三号的流量,真正做到了男女搭配干活不累,完全是要24小时全程直播的架势,但就在人们的脸上都洋溢着喜悦之时, 无人注意的角落里,行李箱的拉链却被拉开了,一个女人从里面缓缓爬出,她先是偷偷找了件晚礼服,一翻打扮之后,便来到了宴会之中,而看她的行为举止,显然是描上了展台上的珠宝,但露丝并没有直接动手,而事先拿出了一把小提琴,脸上露出了怀念的表情,而这一幕恰好被老白撞了个正着,她立马大声呵斥起来,警告露丝离自己的展品远一点,但露丝却表示, 这些都是当年泰坦尼克号上司者的遗物,如果不将他们无归远逐,一定会遭到鬼魂的反噬,面对这种没有根据的话语,老白自然不会相信,于是两人很快便陷入了争执之中,其实这只是露丝的计谋之一,趁着安保人员的注意力被老白吸引,他成功顺走了两件展品,随后便快速离开了大厅,老白显然没有意识到珠宝世界的事情,正巧此时做直播的网红二人组,来到了展厅之中, 准备向粉丝们拍摄从沉船中打捞的珠宝,老白健壮自然是大为恼火,狠狠嘲讽了两人只看不买的行为,劝两人最好像露丝一样,有多远滚多远,说者无意,听者有心,他的话显然,让正急于寻找素材的夫妻俩找到了灵感,于是俩人便一路搜寻,来到了露丝藏身的仓库之中,原来露丝偷走首饰的目的, 不是为了赚钱,而是要召唤泰坦尼克号斯难者的冤魂,由于开弹做法过于专注,露丝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操作,已经遭到了网红夫妇的偷拍,在全网进行了直播,由于节目热度过高,还吸引了一名粉丝前来观看, 只见露丝嘴中念念有词,划破手掌发出一声光叫,由伦顿时开始剧烈摇晃起来,而用来直播的手机竟然也出现了故障,这下三人终于意识到了事情有些不对,急忙逃离了现场,本想去打厅通知众人,可这里的人们正在举行默哀仪式,为一百年前泰坦尼克号上的遇难者进行祷告,与此同时,露丝已经来到了船头,只见他两眼翻白,嘴里继续说着古怪的咒语,不一会儿,船上就吹来了一阵 一个船长模样的鬼魂也出现在了眼前,只见他嘴里露出一抹邪笑,随后便伸出手掌,将自己的力量传给了露丝,接着大嘴一张,开始召唤其他鬼魂,随着冤魂的逐渐增多,甲板上也变得阴气缭绕起来,这样的景象,也在自己发了网红夫妻直播的热情,听着耳边传来悠扬的小提琴声,两个网红还打算模仿当年的杰克和露丝,来一场双人舞蹈,殊不知给他们伴奏的小提琴手, 正是当年死去的亡魂,而随着鬼魂力量的逐渐觉醒,琴声也变得越来越刺耳起来,突如其来的变换让冥王红措手不及,只好用力捂住了耳朵,等她回过神来之时,丈夫已经被抓走了,但作为止播多年的老司机,冥王红却一点也不担心,还继续拿起手机开始止播。 也许是她的行为过于作死,连拉小提琴的鬼魂都看不下去了,直接一划琴弦,收走了女网红的小咪,等听到动静的女船长和保安队长赶来查看时,女网红已经死去多时了,但两人却并没有意识到这是鬼魂作祟。 此时的老白正在大厅内,向一名库太太推销珍珠项链,库太太显然对从泰坦尼克号里打捞上来的宝物十分满意,买下之后便迫不及待地来到了家板上,准备向朋友们展示自己的生活,可惜在这里等待她的,却正是珠宝的前主人。 随着女鬼呼出一口口阴气,库太太很快就领了喝饭,与此同时女船长和保安队长也闯入宴会厅,将老白控制了起来,原来女船长通过调查监控,发现了之前老白调戏女网红的录像,因此将女网红的死亡当成了谋杀事件。 而作为嫌疑人的老白,自然应该先关押起来,等靠岸实在请警方进行调查,等到众人离开后,被关在房间里的老白,突然听到尾声间里传来流水之声。 她好奇地扭头查看情况,原来不远处的浴室里,一个美女正在洗澡,这可把老白激动坏了,但正当她打算上前搭讪之际,可怕的事情发生了。 与此同时,锅炉室里的一个维修工正在检查机器,可当她回头时,却发现同事们都不见了。 三个阴气森森的冤魂,正在注视着她的一举一动,维修时下的转身就跑,可她又哪里是鬼魂们的对手? 随着一声惨叫传来,维修时瞬间领了和饭,在鬼魂们控制了锅炉室之后,泰坦尼克号三号便改变了航向,朝着冰山区域静置撞去。 此时的女船长才发现大事不妙,所谓的高科技系统也已经全部失灵。 情急之下,两人决定去锅炉室调查情况,国人大老远就看到了维修师的尸体,但此时的控制台已经被锁定。 女船长也顾不得仔细调查了,急忙招呼保安队长手动重启引擎,可这不是还好。 一事之下竟然在引擎内部引发了大火,眼瞅着警报声越来越急促,再不离开马上就要发生爆炸。 女船长只好放弃质量,在爆炸的前一刻逃出了锅炉室,而随着引擎的损坏,船上的电力系统也出现了故障。 巨大的泰坦尼克三号如同脱缰的野马一般直直地朝着冰山市区。 虽然在船员们的努力下,备用电源成功启动,女船长也成功联系上了总部,但最快的救援也需要两个小时之后才能赶到。 如果任凭情况继续恶化,当年的泰坦尼克号事件肯定会再次上演。 而就在众人手足无措之际,之前一直关注网红夫妇的女粉丝,也在直播录像中发现了鬼魂的影像。 原来一切都是鬼魂作祟,看完视频的女船长终于恍然大悟,急忙让人释放被关押的老白。 此时的老白已经被女鬼给吓了个半死,急忙将刚才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女船长,还亲自指认了在船上搞破坏的露丝,见自己的行动被老白识破。 露丝索性也不装了,直接坦白了放出冤魂之事是自己所为,还扬言要拉着船上的所有乘客一起排葬。 但保安队长在听完露丝不找编辑的话语后,却并没有太过重视,反而将他当成疯子锁进了船舱之中。 没想到刚一进门,船长的鬼魂就出现在了房间里,这下保安队长终于绷不住了,赶紧掏出手枪进行射击。 但此时的船长鬼魂早已违背了物理常识,射出的子弹反而打在了自己人身上。 只见鬼魂化为一股黑气钻进了露丝的身体,得到力量加持的露丝顿时开启了作弊模式,隔空一抓就将保安队长打晕了过去。 随后露丝一路杀到了控制室里,船员见状还想阻止,但露丝只是伸手一化,就将他打得动弹不得。 随后便轻松夺下了控制权,准备将被用电力彻底关闭。 意识到大事不妙的女船长,还想劝露丝赶紧收手,但露丝这么做的目的,就是要让船上的成员全部陪葬。 在确定系统完全锁定后,根本不给女船长继续开口的机会,直接掏出小刀摸了脖,随后变化为了和船长一样的幽灵。 准备欣赏泰坦尼克三号沉默的情景,此时船上的所有设备已经全部失去了控制,等待紧急救援显然已经来不及了。 无奈之下,女船长只好宣布全员紧急疏散,来不及逃跑的船员们乱成了一团。 老白突然想到,露丝曾说将斩品全部投入海中能平息鬼魂们的愤怒,可就在他准备行动之时,保安队长却提出了反对意见,还跑到展厅中大肆松光。 可就在他收敛财务之时,已经变成了鬼魂的露丝再次出现,保安队长吓得再次掏出手枪射击,但普通的攻击队露丝已经完全无效。 不仅如此,露丝还控制了保安队长的双手,让他朝着自己的脑袋开枪,随着一声惨叫发出。 贪婪的保安队长就这样领了喝饭,此时的船身大部分已经没入了水中,整体变得严重倾斜起来,船员们慌作一团,都想赶紧登上救生船中。 但化身鬼魂的船长却再次出现,带领着手下们开始阻止人们逃跑,乘客们纷纷掉入水中,一个接一个被海浪吞噬,眼看趋势已经无法挽回。 女船长决定像当初的船长一样留下来,可命运却跟他开了一个玩笑,虽然泰坦尼克三号完全沉入了水中,女船长却意外地浮上了水面,还刚好爬上了老白所在的救生艇之中。 但这次男主角的死亡依旧没能避免,由于之前坠海时受到了撞击,加上冰冷的气温导致体温过低,老白很快就领了喝饭,最终也化为了可怕的鬼魂,将女船长彻底吞噬,好了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,关注求书,更新更多,咱们下期见。